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是记载在《非礼门书》的第四节到第七节 圣经这样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 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和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 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 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 大得安慰,引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保罗在写信给非礼门 特别为过去是他的奴仆的阿尼西摩 在求情的过程当中 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的用了非常深的这个信 也就是说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技巧非常的深 我们首先来看非礼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情的意思 而他也恰恰表现出像他性格的本色 例如他开放他自己的家作为教会聚会的场所 而且他为主做的更多 当然非礼门本身也是被保罗的生命影响 能引导他信主的 而非礼门本身带人慷慨 很喜欢分享 在贵重当中表达出对主耶稣的信心 因此他配得成为 以后成为哥罗西教会最重要的属灵领袖之一 当然非礼门我们这样查考他的背景家世 是比较富裕的环境 也因为他环境许可 所以非常的慷慨 待人无私 愿意分享 因此在教会当中 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凝聚的一个媒介 在世人眼中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 愿意弯下腰成为爱的服侍跟见证者 实际上是不容易 以此保罗称非礼门为亲爱的弟兄 这个字本身是指共同父母的兄弟 但是保罗把这个字放在这个信上表达出 他称他为在属灵上非常深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初代教会里面学习 怎么样在诸里面彼此相爱 圣经曾经告诉我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 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信仰团体 其实我们的身份已经超越过 我们肉体上的这个兄弟的问题了 我们比血缘更加深 我们更愿意学习彼此的那种相爱 在爱里面彼此服侍 为的是要让众人看出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好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 这个跟前几天的灵修有一点关系 我们怎么看人跟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假如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偏见 或者是已经有自己预设立场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把一个人给误判了 保禄在看人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人本身一定有他最大的帮助 因此他写信的过程当中 几乎是句句都打动他的心 对他的行为感恩 对他的人格的称赞 每一个人事实上比我们所想象的 还要有更深丰富的一个潜在的能力 每一个人并不是我们表面上认识的他 假如我们用真正的心去认识的时候 他会把更深的他自己向里敞开来 如果我们对一个人偏见 我们的脸上很容易就看出来我们不喜欢他 而他立刻就看得出来他不被喜欢 如果是如此他立刻就有一个防卫的系统 他把他自己在你的面前关闭起来 他把他真我向你隐藏 因为他避免受到伤害 你对我不怀好意 我为什么要敞开我最真诚的一面给你呢 所以因此如果我们对人不友善 我们其实是失去一个机会 保罗敞开自己 肥林们也敞开自己 因为接下来保罗要说的事情是格外的重要 因此在我们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 要建立一个技巧的问题 是我们要跟人学习灵修 要学习称赞美他称赞他 要学习去肯定每一个他们所做的事情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很有机会 让那个对方把他良善的一面发展出来 一直盼望我们在言语上的说话的 还有我们态度上都要学习有智慧 同时有积极有温柔的态度 这样你在说话的目的就可以被接纳了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